最理向银行川一堆可可農民胡椒 用心在今可可来发店巧克力三业 除了尤其在今最近经常可可的虚子 经过处理以后作为巧克力的寡包中 除了经历好看经测是宽布 将看起来没什么作用的虚子 发现最大的功效 中途够一个虚子来经过处理 就有当行为都公民的检骚扰 最理向银行川的可可農中有发胡椒 经过都市企业 终于将可可的虚子来转变为宽布 有一个好看的巧克力包中的呀 这个也是我们爱地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动 那像我自己的部分 因为我是种巧克力 所以呢我就会用在巧克力的包材上面 像这样我们可以把它包起来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希望它呈现的是一个减缩的一个方式 用这个来代替很多很多的包材 塑胶塑胶制品啊那多多少少 我们还是可以可以减少一些塑胶 中油发胡椒对了坚持有机在前可可树 也不断建策对了巧克力以外的各种加工産品 为了就是使用狗油以外 也要为宽布和减少工作来进一份行动 在这个地方我们会看到食农教育里面讲的地产地销 就在地的产品 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自己做一个变化 让它亮度更够 再来就是这个碳排放很重要 我们希望在不管是食农教育或减碳的这一块 我们都很希望大家能够来注重 也能够来推行 那至于这个部分呢 其实每个人在家里都可以自己做 可可树对了可以做一次好吃香醇的巧克力以外 让它的糕肉和香料都可以使用 现在都可以是已经到复兴 特别中香料处理 正要求做过后来先为最宽布 以及就是感受包装的后面 欢迎有兴趣的名字 都能够来试试 记得今天差不多